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的治安所付出的努力跟贡献 也谢谢我们各位名利的首长 大家一起来维护我们基隆的治安 在这边跟大家拜个礼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然后龙年行大运 谢谢大家 谢谢 快要过年了 春安首长联合慰问活动 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子委 副议长杨秀玉跟市府秘书长方定安 分别前往全市各区 未免警消 宪兵 区公所及协情名利 感谢所有人员加强春节期间的各项安全工作 市长谢国良制赠慰问金及慰问品 由警察局长翁群能及议警 民房 议交 守望相助队代表接受 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议警 还有我们的民房 议消 还有行守队 大家都要在这半年里面要帮忙 是因为警力有限 民意无穷来帮市长 而且市长也非常照顾我们这些 市长是我们的民房总队总队长 它底下含我们都是民房总队管的 希望说我们基隆自然意见很好 在这个春安站的时候能平平安安 大家过个好年 要公开的感谢警察局跟我们翁局长 对于这个警力的贯彻 以及对于自然的维护 首先就是在于我们的宁静街坊 自从我们在2月1号将我们罚则调到全国最高之后 我想相信对很多飙车组对非法机车的改车组 我想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警惕 在这几天的一个执法也看到很好的成绩 在这边跟大家表示感谢 第二点就是昨天在东岸广场 我们警察展现了公权力 点交给新的业者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我也在这边感谢局长 跟所有在场的同仁 在那天的关心与付出 各位这个商欲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取信于企业界的话 那未来我们还要谈什么招商 基隆市未来就是要靠招商 引进更多的企业来活络这个城市 所以对于不要看到 好像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可是对很多全国的企业之类的来说 他们就是看在眼里 他们就知道说 那基隆市政府他说到会做到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本次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期间到113年2月1号到15日值 为期15天 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民众安心 为三大工作主軸 这是因为因应我们相关连结的活动 可能衍生了治安及交通问题 使我们民众安心 欢度节庆 也是警察及邪情人员最忙的时刻 我想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 也给大家 请大家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 好不好 谢谢 那我想这个敦青慕里是非常的重要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名利 这些各单位的一个协助 那谢谢我也代表基隆市市民 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警察同仁 我也常常跟很多的好朋友说 一定要支持警察 所以今天的这些名利单位就支持你们 也希望让我们基隆能够安居 更乐业 就像我们市长刚刚提到说 怎么样去招商引资 如果说基隆的这个地方 这个治安不好的话 我想可能很难招商引资 所以这个安居 这个很重要 是警察同仁 是最基层的 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警察 谢谢大家 谢谢 另外市长谢国良 也相当感谢消防局同仁 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为市民服务 在消防局长向勇才的陪同下 前往新二路灾害应变中心 发放春节执情人员魏问金 那我们感谢消防同仁 打火弟兄姐妹一年来的辛劳 在这边特别跟他们献上问候 那去年一年 大家都非常努力工作 那我们救回了很多欧卡 让这个很多的市民朋友 维护他们的生命 跟健康的安全 那我们在今年 还跟Sony影业 拍了一个我们的形象阅历 这个形象阅历 是独创全国的消防局 那也正视了 更提升了我们的消防形象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 这个感谢我们的打火弟兄 大家一年来的努力 那明年我们勉励自己 大家一起更努力 保护更多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到我们消防局 来慰绕我们的消防弟兄 那我们消防弟兄 今年也感受到市长 对我们消防弟兄的一个关心跟重视 也给我们的预算的编列 像那个奖励金 我们的冲火厂 还有那个欧卡 救回的市长都发释全国最高的奖金给我们 也鼓舞我们基层的士气 我们的同仁也非常 这个工作非常卖力 为我们市民服务 希望能够做好我们消防工作 给市民过个好的平安年 市议员何淑平也特别来到现场 一一感谢消防人员 用心救灾救护 守护市民的安全 最要注意的就是小心火烛 还有除司机的电线是否老旧 要随时检查 不要让我们消防人员这样疲于奔命 他们真的很辛苦 一年365天都没有休息 那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局长 所带领的所有消防弟兄们 在这里呢也祝福你们 这个春节愉快 春节期间治安与消防安全不打烊 府会共同感谢 所有警消与邪情名利的辛劳 守护基隆 让市民能够过个好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好莱坞电影 魔鬼克星 冰天动地 4月即将上映 基隆市消防局首度结合电影公司 拍摄公益消防桌璃限量开卖 所有的收益将全数捐赠给创世基金会 消防队员秀出结实的肌肉线条 化身为消防桌璃中的主角 基隆市消防局12位俊男美女 消防队员 首度结合魔鬼克星冰天动地的电影元素 与基隆美景拍摄消防桌璃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要摆一个动作 要摆很久 然后维持那个动作还有脸不要笑僵 就是真的很难这样子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抱猫 我以前都是在抱狗 所以我也是跟他们的主人 他们的主人在旁边帮我协助 说要怎么抱啊 然后要放哪边 然后摄影师说坐下来我坐下来 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精心拍摄的消防桌璃即日起限量开卖 所有收益将全数捐赠给创世基金会 市长谢国良肯定透过桌璃来行销基隆 非常感谢售利公司来跟我们基隆市消防局来合作 来拍我们的消防桌璃 那我们这个这次拍的桌璃 所卖出的这个善款 我们全部捐给创世基金会来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值得 我们来做 让我们基隆市有更有爱的一个城市 因为打火的弟兄也就像魔鬼客信一样 去帮助所有的市民解决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刚好又是到了年初的时候 那如果能够拍摄一本阅历 让大家一整年都能够想到 就是打火的弟兄在帮助我们生活上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有把所有的这个收入捐赠给创世基金会 很开心能够跟索尼影业Sony Columbia 进行魔鬼客信的一个共同的宣传的仪式 如果买这个我们消防队员的阅历 就可以送我们的一个公益票 那所有所得都会捐给创世基金会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消防队员是能文能武 而且呢都是猛男美女 而且呢他们也花了很多精神来拍这个阅历 那对于他们平常的辛劳 我们已经非常的感激跟感谢 但又能够替基隆市能做城市宣传 所以希望跟Sony以外 也能够跟更多的影业 跟更多的电影剧组 电视剧组未来来合作行销我们的城市 就是这一次真的非常感谢就是基隆市政府 跟我们的基隆市的消防局 然后还有我们的Sony的影业公司 合作这个工艺的消防桌礼 对我觉得希望就是社会大众可以抛砖 就是借由这次抛砖引玉 那大家更重视我们这次弱势的族群的这些人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小额捐款 或是说线上捐款也可以 或是说捐赠奶粉尿布啊 看护店也可以这样 这个消防联名桌礼 即日起在伯克莱 基隆各大独立书店与创世基金会限量开卖 价格119元 并附赠一张电影特应会票券 欢迎民众一起来支持公益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词云寺结合盛新人士 新川营造李吉川先生 共同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准备了800份食品物资 发送给中山区和安乐区的低收入户 祝福民众能过个好年 手提袋里面装满了白米 素罐头 素泡面和饮料等食品 基隆慈云寺举办113年寒冬送暖活动 共准备了800份物资 分送给中山区和安乐区的弱势民众 大家排队依序领取 对祠云寺的善行义举心中充满了感谢 我第一个就来了 八点多就来了 这个义工也帮忙弄很好 祠云寺真的要爱心 给大家每年都很方便 谢谢大家 对 它的白米很好吃又香 很好吃 还有什么 还有罐头 还有什么泡面 都是素的都很好 祠云寺主委说 秉持着观世音菩萨 慈悲为怀的精神 发送寒冬送暖的物资 也感谢新川营造李吉川先生的爱心 共襄盛举 一起来关怀弱势民众 希望大家能过个好年 我们祠云寺举办一年一度的寒冬送人 里面的东西有 因为我们祠云寺完全是自俗的 泡面 试着泡面 还有饮料 还有油 还有罐头 还有米 好几种 约有八百份 送给这些比较需要的信众 我要感谢李吉川先生典礼相识 因为我们观世音菩萨是 慈悲为怀 所以感念这些比较清寒的人 他们很需要 所以每年都举办这个活动 我祝各位信众 因为是金融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喜乐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在寒冷的冬天 慈云寺用实际的行动 关怀弱势民众 让整个社会充满温暖 也发挥力量 一起来营造基隆 成为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岁末年中 安乐区公所 透过大五轮工业区 厂商协进会议 媒合生产触控面板的 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爱无限公益送暖活动 岁末年中 安乐区公所 透过大五轮工业区 厂商协进会 媒合生产触控面板的 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爱无限公益送暖活动 捐赠百米十斤 以及全年礼券500元 总共650份 总价值超过50多万元 帮助安乐区的弱势加户 区长还有安乐区所有的礼长 大家一起配合 愿意提供你们需要的帮助的人民单 我们公司上来就是 我们公司每一年 都是会把我们所赚的 有余余的部分 我们就奉献给社会 然后不管是一些外面的基金会 还是其他有需要的单位 尤其是我们自己在安乐区 在大五轮工业区 所以我们每一年也都会在 对地方来付出一点我们的心力 创为公司的爱心也获得安乐区公所 以及安乐区里长们的由衷感谢 市政府这边在办税末连环 那除了金额上的补助以外 这次创为公司特别又给了 百米十斤总共650包 另外全年礼券500块的也是650份 那除了350份是要给我们低收入户以外 另外300份是可以提供给区公所 额外提供给边缘户 尤其是很多边缘户 其实他没有办法拿到实际上的 即时的补助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区公所能够透过里长 他放给真正需要的人 那这一次再次代表区公所 再次感谢创为公司 能够提供这样子这么好的 捐助我的物资 感谢 创为公司是位在安乐区武汛街 一家专业制造触控面板的公司 生产最高品质触控萤幕 行销全世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连续第23年的春安赶绕行程 前往24个单位 慰绕辛苦的基层人员 三分群 祝大家 同年大吉 福寿安康 保温龙来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连续第23年 亲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制证泡面饮料 以及春联和议员红包 慰绕辛苦执行春节期间工作的人民保姆 慰绕物品由分局长代表收下 那希望大家齐心协力 做好各方面的这些自然交通工作 那在这边也呼吁民众 在有出门旅游的时候 能够跟我们 我们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我们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举家外除了行签 还有护钞 张耿辉也呼吁民众 经过警察分局或是派出所 以及公车分站消防分队等这些过年 仍然不休息辛苦为大家服务的单位时 也可以向他们打个招呼 谢谢他们的辛劳 对他们年度来的辛劳 表达个人对他们的敬佩 以致意之外 最重要的话 就是在这段时间 也感谢这相关单位 对耿辉在为民服务的协助 当然美容佳节被失亲 总是说在春节期间 总是有一些留守的辛苦的 刚才我讲的各单位 对于为我们在坚守的岗位 那耿辉最主要也是希望 呼吁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不妨有经过以上我刚才讲的单位 给他们表达最肯定的支持 以鼓励 随后张耿辉和服务处志工 以及助理们也到包括公车处分站 以及消防分队等其他单位 制正春节慰绕物品 为大家加油打气 公车处祝大家荣奉成祥 和家幸福 新年快乐 今年总共慰绕包括锦销集公车处和 环保局分队 巡守队等24个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工车处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样不好吧 请贪欧 雇主批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 并顾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侨居留证 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以孩子为主题的海地独儿画展 在极乐寺中门馆展开 策展人希望透过艺术创作 让大家可以找回孩子时的童心 好好体验生活 感受生活 用蜡笔层层叠叠的创作 真的好疗愈 来自台湾东岸的艺术家海地独儿 画下每一天对孩子的凝视 庞大的灵感 改变了他在创作上的方向 画作展现充满喜悦 与真实感受的生活 我这次的作品都是以孩子为主 就像大家看到的海报上面 就是孩子两个字是很简单的 那因为我在当妈妈之后 我发现孩子带给我很多 我自己没有去注意到的东西 没有去观察到这个世界 曾经发生的一些很美好的 细微的小事情 所以我就透过了创作的方式 把孩子带给我 带着我去看这个世界的方式 把它透过画笔的方式画下来 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找到 就是自己回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你对这个世界都是充满的好奇 然后充满的喜欢的那种感觉 找到充满好奇 与对世界的欢喜 海地独儿鼓励大家创作 结合画展推出自由飞鸟创作计划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与 这个在自由飞鸟的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自由的去展现他的创意 那因为自由飞鸟其实就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创意的感觉 那因为可能过往我们或多或少 都会限制小朋友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动作 那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让他可以自由创作 然后画出他最喜欢的颜色跟画面 真的好好玩 真的好好玩 透过创作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 最开始的那个自己 我们希望就是这个活动可以 让大家一起透过画图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的梦想画在那个飞鸟里面 然后让这个飞鸟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就是再继续的往前飞 首次受邀到吉隆展出 以孩子为主题 让人看见满满的童趣 看了觉得很疗意 就觉得之后回到年轻的时候 欢迎有空的民众 到吉乐寺中门馆欣赏画作 一起找到初心飞向梦想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东岸商场连日来的争议 在市政府积极依法行政下 已经顺利完成点交 至于外界相当关心的地下停车场和商场 是否正常营运呢 一块到现场了解 基隆东岸商场2月1号换手经营 很多市民都很关心现场状况 从镜头上可以发现 营运一切正常 据了解在市府的协助下 接手的新团队微风集团 连夜进行点交 在现场不眠不休 进行点交作业的微风集团 乔汉公司总经理高明鼎表示 陆续让各项的机具恢复正常营运 地下停车场和15家餐厅服饰等业者 一切都正常营运 请市民放心 对那本来早上还有一些商家 在担心说 那今天到底要不要营运 那我们也是在11点以前 就请商馆的同仁 每一家商家都去拜访 都跟他们说明 今天是正常营运 而且维持他们原来的 这个租金模式 以及营运方式 对那就是让整个改变 暂时是最小的 那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那过年 我们希望说不要影响到 所有的消费大众购物 以及用餐的这个权益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商家 都是正常营运的 对 那像说目前来讲 就是包括停车场 跟商场这个部分 就是2月1号开始 都有维峰正式来营运 来接洽这样子 是是 昨天就是 市政府通知维峰说 要进行点交 那维峰之渝 本这个 基隆东岸立体停车场的这个 这个ROT的案子 那我们机关通知我们进行点交 我们就依机关的指示 我们就开始进行点交 那到今天早上已经把 昨天下午已经把停车场点交完毕 那今天早上也把商场的部分点交完毕 那我们第一件事 我们要先让所有的厂商都了解到 他们是可以继续维持原来的条件营运 那第二个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今天早上 6点36分 我们就 就是让停车场 可以正常营运 我想这个是 基隆市民最关心的 这个停车的问题 所以我们等于说 只是 一个早上 我们昨天的傍晚6点 我们就开始进场 然后进行整个停车场设备的这个缴飞机的重新建制 因为原来厂商已经拆走了 那一整夜 同仁 差不多有超过30人次的同仁 然后一整夜 然后把所有现场7台缴飞机 以及3个杂道的这个杂道机 全部都建置完毕 那可以让今天早上顺利上班的民众就可以 那附带提一下就是说 所有的原来在东岸停车场的月租车的这些 这些停车的民众 那我们也 因为 就是时间很急迫 我们也不可能 马上去调整他的方案 所以我们都维持原来月租的这些客户用户 至少在2月份 他们所有的费率 所有的条件都还是维持跟1月份一样 那我们慢慢再去检讨 是不是有更优化或是需要进行调整的地方 那用这个月我们再慢慢通知 通知这个月租的客户来进行调整 那还有里民最关心的就是里民 优惠停车位的这个抽签的部分 我们也会赶快来筹备好以后 我们会择棋 那跟各优惠里的这个里长 那透过里长来进行公告 那让我们里民来登记 那当然超过我们的这个100个车位的话 就进行公开抽签的方式 对这个我想也是里民相当关心的事情 商场的部分目前有15家厂商 那全部都正常营运 那当然在那个一楼通道的地方 原本有一些零食柜 那原来的厂商就先暂时停止了零食柜 那我们也会开始陆续的去安排 那我们希望可以这样过年期间 那整个商场可以更热闹一点 我们也会做一些布置 对 基隆东岸商场是基隆淡黄区的核心 拥有超级人流的商业火车头 未来期待能够跟东岸旅客中心 与文化中心海洋广场进行串联 点亮基隆创造更多的在地就业 值得期待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有民众反应安乐区迈进入某大型社区前 经常有车辆联停在红线上 造成车辆并排险象还生 有骑士就把行车记录器贴上网 印发热议 迈进入某大型社区前 一整排汽车围停在红线上 123456789 你没看错就是9台车 因为车流量太大了 因为车流量多了 但是这停车是方便方便 最近有骑士行经安乐区漫进路上 发现某大型社区 整排车辆围停严重 将影片po上网 引发网友热议 商店街这么多嘛 商店街这么多 你不向上车后怎么办 那也是站在那个 应该也是要考虑啦 就是把它 可以的话 水调他们社区 把这个座内弯进来 这样子大家都不会危险 而且也不会常常被警察巴 原来这个大型社区一楼都是商店街 道路原本只有两线道可以行驶 但常常有货车来这里上下货 导致其他车辆要经过时 得跨越道路的分隔线 造成车辆并排 选项还生 我们有跟官员会申请 所以才有办法停上来 不然那些车子其实是不好停的 有关该社区外面的道路车辆围停部分 本所平时均有派源在 但那个社区的一楼 因为它商家领利 那平时也会有 货车上下货的问题 所以本所如果遇到这种状况 都会派源到现场去 疏导指挥交通 专警方强调会加强取缔 围停告发 但有货车司机说 开单只能治标不能资本 但要如何改善 恐怕需要再从长记忆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四 成为星期五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是冷气 开的太冷了 咱们的绿管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引擎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再用 而且它插头 隨手關電燈,這些小動作也會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LED,省電,省錢,又一亮 唉唷,真厲害啊